大家好,欢迎收看君云园艺 很多人养红韵当头,希望能带来好运 想要养好它,可以在其特殊结构上做些文章 比如这一部位就很有妙用,很多人却不晓得 这个部位是哪里呢?其实就是叶碑 红韵当头洗湿润的环境,给它营造湿润的环境对它的生长很有好处 那么叶碑该怎么利用呢?其实很简单 浇水时目标不要只专注于盆土,还要多顿叶子喷洒水 并使一部分留在叶碑上,这一招用于应对蒸藤作用极大的高温天气 效果更是显著,需要注意的是,喷水节点最好选择在早上 不少还有钱于浇水,却达不到好的效果 不是因为晚间喷水浇水,导致滋生病菌 就是因为浇水只浇盆土,加上通风不良,从而出现各种问题 除此之外,也因为红韵当头,叶子较大 加上其叶子属轮生结构 所以叶碑不仅能藏水,追肥时也容易藏肥 一些颗粒状粉末状的固体肥 尤其要注意,不能让它留在叶碑中 一些较为稀薄的叶肥,最好次日也要喷水一遍 以免产生不利的后果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,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